哈喽大家好,志力,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今天所有推出的新表当中 讨论度最高的一支万表 就是万国新推出的工程师洗礼 那么这支万表呢 之所以讨论度很高 肯定不是因为它是万国新推出的一支万表 那主要呢 还是因为它是制表大师Jerry Jenta 尊达大师设计的一款万表 那么尊达大师作为万表界的传奇人物 给很多的万表品牌 设计过一些不同的经典表款 那我们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 尊达大师之前设计的一些经典的万表 在1959年 欧米加就邀请尊达大师 为它的星座系列设计一款万表 那么星座系列算是欧米加品牌下面 偏正装的一个产品线 那我们看这支尊达大师早期的作品 就有一些运动万表的影子了 首先这支万表使用的是 五个Link的这种金属表链 另外它的表身使用的是 这种鲍鱼颗形状的椭圆形表身 这个壳形在早期很多的运动万表 特别是潜水表当中被广泛的使用 它的表尔跟表身是形成一个整体 而且它的表链跟表身 我觉得已经有一些计程式表链的影子 而这支万表的石标 同样是采用这种细长条的这种石标 跟之后我们看到的AP的皇家像树和万国的工程师 非常相似 那之后到了1970年 AP就找来了尊达大师 为他们设计一个全不修光款式的运动型万表 在当时这支万表算是对整个制表业 一个颠覆性的设计 不论是它八角形的表圈 还是一体式集成表链的这种工业风的设计 另外就是当时这支万表的售价 都是在业界前所未见的 那么这支万表也是尊达大师整个职业生涯里面 最知名的一款万表之一 那么从1970年过了6年之后 1976年 百达菲利又找来了尊达大师 为他们设计一款全新的运动型万表 那这个时候呢 百达菲利的鹦鹉罗就诞生了 那么同一年也是在1976年 万国也找来了尊达大师 为他们现有的工程师系列 制作一款全新的表款 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同样看到了 尊达大师的另一个知名设计 就是最早期的万国工程师 那如果我们对比一下1976年 尊达大师为百达菲利设计的鹦鹉罗 和为万国设计的工程师 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这两只万表 同样是一体式的集成表链 而且它的表链非常相似 都是这种H-link 从上到下慢慢的收紧 它的表圈都是 是用这种平滑式的表圈 上面做了金属拉丝的处理 百达菲利的鹦鹉罗呢 是有点方中带圆的这种形状 表身的两边多出了两个长条形的边框 这个设计非常的特别 而万国的工程师使用的是 圆环形的平滑表圈 但是在上面呢 多了五个有点像螺丝孔的这个洞 它的表盘有做了 类似这种棋盘格的压纹处理 百达菲利呢 把这个叫做carbon motif 有点像碳纤维的那种压纹 那么在后期 尊大大师也有为其他的不同品牌 有不同的设计 同时它也有自己的万表品牌 但是在后期为大家最熟知的 要数它为宝格丽制作的 这个Octofanissimo 目前呢也非常受欢迎 而且它的一大特色呢 就是这只万表是超薄的 那么回过头来再聊一下 万国工程师系列的由来 刚才说了 尊大大师是在1976年 为万国设计的这只经典的万国工程师 但实际上万国工程师系列 是在1955年就开始了 那么在早期呢 大家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 人们带万表呢 基本上都是想要准确的读取时间 或者计时 很多一些知名的万表品牌 最早起家呢 要么就是为皇室 制作这种高端万表 要么就是为军队 制作这种工具表 像万国这个品牌 最早期呢 也是为不同国家的军队 制作军表 特别是以它的飞行员万表而闻名 像现在大家最熟悉的 马克系列 大飞行员系列 都是万国最早期的作品 那么那时候呢 因为万国已经有了飞行员系列 主要是针对军队 做军表为主 那么当时万国就打算 推出另一个系列 专门为一些工程师 设计这种工具表 那么这个系列的一个 最大特色就是要防瓷 所以在1955年 万国就推出了 第一只工程师系列万表 代号为666 那么这只万表 使用的是不锈钢的表链 上面配有6912的石标 跟军表相比呢 没那么粗犷 相对比较优雅 所以像是一些工程师啊 或者高级的蓝领阶层呢 都可以佩戴这款万表 那么之后每隔几年 万国就对工程师系列 做一些改款 实际上他对这个系列的改款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 1976年 请来了 尊大大师设计的 全新的工程师万表 跟之前呢 就大不相同了 之后在1989年 万国在原有 尊大大师设计的 工程师系列万表上面 做了一个全新的改款 那么那只万表 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材质 那么在当时制作这只万表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一些技术原因 或者材料的原因 导致这只万表呢 运行不是很稳定 所以在当时万国 对这只万表的产量非常少 那么后来工程师系列呢 又经历了一些不同的表款 直到2013年 万国又拿出了 尊大大师的这个设计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同样配备集成式表链的 工程师系列 那这只万表呢 看起来相对比较粗犷 所以呢 卖的也不是很好 在当时的售价呢 大概是6000美金左右吧 那么直到今年 Watches Wonders 我们看到万国 最新推出的 工程师系列万表 虽然它在上面呢 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 但是我们看到 它整体的设计理念 还是很贴近 最原始的尊大大师 设计的工程师万表 那么今年全新的系列 一共推出了三只不锈钢表款 和一只钛合金的表款 那不锈钢的表款 分别搭配的是 黑色白色和绿色的表盘 而绿色表盘 使用表链的工艺 又跟另外两个原色 有所不同 它使用表链的center link 是这种高抛光的打磨 而另外黑色和白色的面盘呢 都是这种拉丝的处理 所以这只万表的表链呢 佩戴起来会显得更加高级一点 而另外一只钛合金材质的万表呢 它使用的打磨工艺又不一样 它使用的是那种磨砂式的打磨 那么这只万表在美国的售价 钢款要达到11700美元 而它的钛合金表款呢 要达到14600美元 价格其实有点小贵 这也是很多表友吐槽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一会儿再聊一下 这个价格到底是不是合理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万表的参数 首先它是40毫米的表径 表身的厚度呢 只有10.7毫米 虽然我没见过这只万表的食物 但是呢 我自己佩戴过鹦鹉螺 跟AP的皇家像树 从这只万表的参数上看 佩戴起来会是一款非常舒适的万表 会很容易藏在衬衫的袖口里面 它的表圈同样沿用 尊大大师最经典的设计 上面有五个螺丝孔 像我们看到一些 早期工程师系列的古董表 它的那个螺丝孔呢 是对不起的 而这个全新的系列呢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的表身下面呢 是有真正的那个孔对应的 会保证这个表圈可以对齐 它的表盘同样使用的是这种齐盘格式纹路的表盘 但是相比早期的设计呢 这个新的表盘更加的立体 另一点要称赞的是这只万表的日立盘 它对应了表盘的颜色 像这只绿色的盘面 可以看到它的日立窗呢 底色也是绿的 包括它钛合金材质的工程师使用的是灰色面盘 它的日立盘底色呢 也是灰色的 所以会使得它的日立窗跟表盘 融入一个整体 如果对比现在的马克20来说 不管它表盘是什么颜色 我们看全新的绿面的马克20 它的日立盘呢 是白色的 就显得有一点突兀 而且这个全新的工程师的日立窗 它是有加边框的 看起来呢 更加高级一点 另外的一个细节是万国 在这次全新的工程师的表尔两边 加入了一个凸起的保护 是Crown Guard 那有很多网友呢 也留言是不太喜欢这两个凸起的 因为它看起来呢 跟它的表身不能融入一个整体 那我个人呢 最开始看也是觉得这两个有点多余 如果你把这个Crown Guard去掉呢 把这个表罐变得短一点 会更好看一些 而它表链的带扣部分 使用的是这种蝴蝶扣的设计 跟AP的皇家像素很像 这样呢 不像其他的运动款万表 中间有一个很厚的这个带扣 它是平滑的 跟它的表链融为一体 会感觉这个万表的重量更加平衡 下面也不会有一个很厚的带扣 造成佩戴起来的不适 那么它使用的机芯是Caliber 32111 跟现在全新款的MAC20使用的机芯是一样的 它是4赫兹的正品 164个部件 21个宝石 它的储能时间要达到120小时 那么正因为这只万表使用的机芯 跟MAC20的机芯是一样 也是很多网友吐槽的原因 因为MAC20它的价格呢 就6000多美元 而这只万表呢 要达到11000多 相当于MAC20的一倍了 所以呢 相比之下 它的价钱呢 是有一些虚高的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如果大家比较万表的话 并不完全是针对它的机芯 它很多的做工 像它的表壳啊 研发 它面盘呢 都是有很多成本在里面的 而且呢 每一只万表呢 取决于它生产的数量 它的价格呢 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这只万表每一年 你会生产几万只 跟你生产几千只 它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只万表 从目前我们看它的销售策略呢 应该是Boutique only 而且呢 每一年是Limited Availability 会控制它的产量 所以因为量不是很多 万国呢 又不愁卖这只万表 所以呢 它把它的价钱会定得相对高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正跟马克来比的话 马克系列万表的定价呢 是六千多美元 大家觉得这只万表定价多少钱才合理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市面上其他的万表 你像劳力士的水鬼都要达到一万美元 而我们看欧米加新推出的海马300 007特别版 那只万表呢 也要卖到八千多美元 所以我觉得这只万表 至少应该值八千到九千美元 以它现在的定价呢 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出那么 也就两千美元左右吧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如果你是真正喜欢这只万表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它的价格呢 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呢 我是挺有兴趣去购买这只万表的 如果你问我要购买哪个配色呢 我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全灰色的 titanium 钛合金的那个材质 但是那只万表的价格呢 就更高一些 要达到一万五千美元了 如果不修钢款的呢 很难做决定 当然是那个绿色的 应该是更popular 如果真正保值来说呢 可能是那个绿色 不好意思大家 刚刚我的相机突然没电了 现在就拿手机把这段视频录完 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万表颜色的选择 我自己呢是比较倾向于钛合金的表款 如果选择钢款的话呢 我会决定或者是选绿色的 或者是选黑色的 也不知道这只万表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好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吧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只万表还是挺值得购买的 虽然它要达到一万一千多美元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万表 特别是你还没有集成室的表链 因为大部分的万表呢 都千篇一律 潜水表呢 就是有潜水表圈 即时码表基本上都是那种三眼即时 如果正装表呢 就搭配个皮带 如果你还没有集成室一体表链的这种万表 而且呢 你像现在就很难买到鹦鹉螺啊 AP的皇家香树这种尊的 它大概是设计的原汁原味的万表 我觉得这只万表呢 还是很值得去买的 好了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影片点赞 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